如果我就是一个交往多年的 很好的莫逆之交 然后但我经过这个婚姻状态的时候 到底这关系要怎么去哪年呢 我觉得这个关系 其实要一直保持着理性 理性 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 几岁有差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是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把别人对我们的善意当成爱情 就有时候友情之间会有一些 我对你好 比如说今天H也对我很好的时候 我就会开始去想 那他是喜欢我吗 还是怎样 我们会开始幻想 我们会开始 爱情都几乎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可是如果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之后 我们会很清楚知道 有的时候他就只是两个人之间的 谈着来 好来好去而已 或者是谈着来而已 或者等到年纪越大的时候 我们会开始知道 进到那条线之后 爱情之后 其实后面是复杂的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喜欢 现在这个友情的样子 我们彼此没有那么大的责任 我们不需要谈话的时候 那么小心 我又哪里了 你不开心 我又怎么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 等到年纪有一点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 那条线跨越之后 当下很兴奋 很触动 可是跨越之后 后面的东西 不是我们想要的时候 几次我们就会知道 停在这里反而美 那我们宁愿 这样的友情 可以好好的说话 这跟年纪没有关系 是跟你自己的原则 能不能把持住 比较关系 对 像刚刚讲 我也对朋友是很好 然后他的好闺蜜 也是有魂的 他们三个也是 几乎没有开群组 但是常常三个人一起出去 那这个女生 当然非常相信 她这个闺蜜 闺蜜就是 比较能力没有那么好 她就跟她老公说 多多帮助她 老公也很单纯 多多帮助她 她本来以为 什么是一个三个人都知道 突然发现其实不是 慢慢的 她的闺蜜跟她老公 常常有一些 他们私自聊天的内容 有秘密 那这些内容是什么呢 甚至我的朋友 跟她闺蜜讲说 我最近老公叫我 看球赛好烦 我们不喜欢看那个球赛 或者是昨天 因为什么甚至是吵架 我没想到 郭蜜就跟她讲说 那个什么球赛 我很喜欢看 你能不能跟我讲解一下 你很可怕 对 就是她拿她 跟她争吵的点 隔天又想到 类似的话题去对她 那先生当然觉得说 蛮好 你对这有兴趣 对啊 郑重下滑 对 郑重下滑 这完全是绿茶表的行为 真的真的 那后来果然 这个女生就对她 释出更多的好意 你看 太可怕 真不行 然后后来是 但是这个女生她发现了 有一次那个 那个简讯跳出来 发现她这个威名 单独跟她老公传讯息 哇塞 真的不行 她才觉得很不对 但故事结局就是 闺蜜跟这个好朋友 两个人就没有再联络了 那还好啦 合理合理 因为已经很离谱啦 不是那字都没有离婚 没有离婚啦 那夫妻姐感情很好 那可惜很不错 没有 她就是想看到人家离婚 对啊 到底就是想人家离婚